萌A2财经社王安群,林明轩,加班熬夜,人们常喝的红牛饮料可能要消失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于1998年9月29日。 法人代表魏延宾,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取股88%,公司注册时,营业期限为20年。 将于2018年9月29日到期,红牛官网也证明了这一点。 红牛官网于9月29日针对此事,发表公告称,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20年, 细微满足公司设立时的三官外资注册审批的登记年限的特别要求,并不代表本公司的经营期限仅在20年。 根据本公司和营个房早已形成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本公司的经营期限为50年。 随后,包括红牛维他命泰国公司在内的联合持有95%股权的公司发表联合着,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经营期限也已减满,应当立即清算,并停止与清算无关的一切经营行为。 同时表示,在过渡期内,泰国天赐将决定启用新的合作伙伴和运营模式提供红牛产品, 避免给红牛员工造成负面影响,并妥善安排红牛维他命的员工。 凭借红牛八家的研兵,关于经营期限到期后是否逊于双方的争执,早在公司注册时,已经埋下。 红牛,源自泰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红牛饮料创世人许舒标研制出一款滋养性饮料。 取名红牛,据称红牛饮料中加入了咖啡因、妙口纤维醇和维生素B等元素, 使得它具有提神勤劳的功能。 这一功能深受老眼加班人士的欢迎。 红牛很快逢米东南亚,随后进入欧洲、美洲市场。 红牛饮料一直渴望进入中国市场。 1993年,海南红牛成立,但中国商品分类目录中,并没有功能饮料这一项。 红牛因此没有拿到政府审批。 两年后,七十二岁的许舒标,遇到了四十一岁的延宾。 此后二十三年的,延宾成为了红牛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 此前,弟弟到道乐的山东人延宾,在泰国已经闯荡今月二十年,并加入了泰国国籍。 在与泰国田丝合作前,他曾在泰国做地产生意,和国内企业来网易见。 在延宾的帮助下,1995年,红牛进入中国市场,成立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位5602万美元。 许世家族和延宾的持股比例分别是百分之六十八克百分之三十二。 环柔之国资委其家的乡镇企业总公司占股百分之一。 正式延宾引入的国资,帮助红牛获得了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1998年,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重新注册。 其中泰国红牛占股百分之八十八。 许世家族独资公司,英特生物质药控股有限公司占股百分之七。 延宾独资公司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占股百分之四。 交叉事股后,最终许世家族和延宾, 所占有的股份分别为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四和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哟。 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许书标和延宾分工明确, 延宾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许书标为其提供技术、品牌等。 红牛饮料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越来越好, 主导中国市场的延宾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不仅厂先在中国注册了商标,甚至自建工厂, 形成自己的生产销售渠道。 延宾曾表示,最好的时候, 红牛一年卖六十一罐, 有五十个工厂, 2017红牛的年销售额为一百九十六亿元, 市场份额占比高达百分之五十八, 占据中国功能能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2017年苦若百负榜上, 延宾以七百五十亿元身价排名第十八位, 超过了小米董事长雷军, 京东CEO刘强东等多位大佬。 2016年11月, 延宾还接受特朗普, 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但随着延宾身价的逐渐走高, 与泰国天司的关系也越加紧张。 9月19日, 据北京商报报道, 红牛商标十六公司泰国天司 向外负责人表示, 鉴于延宾缺乏对合作伙伴尊重, 信任和公然无视各方利益的这些行为, 泰国天司和许氏家族 将不会再考虑与延宾的任何合作, 矛盾计划, 红牛在各地的经营方式一直都适合伙至。 1984年, 凭借和奥地利人梅特数资合作, 红牛打开了欧洲市场, 其共同成立的奥地利红牛公司, 许氏家族持股比例为51%, 相较于梅特数字与泰国红牛方面的合作, 泰国红牛的中国合作伙伴延宾, 显然更具野心。 从1998年合资公司成立之后, 延宾就开始燃制红牛商标注册。 2014年, 株核心的32项商标之外, 延宾已将其他大多数类别的红牛商标注册。 同时, 延宾控制的华宾集团, 分别在成立了红牛维他命广东、 湖北、 江苏三家公司, 负责红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2009年, 许氏标时有的泰国天思医药红牛维他命饮料公司使用红牛商标仅限中国大陆, 时长为7年, 至2016年10月停止。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2012年, 这一年, 86岁的许树标过世, 棋子许新雄成为泰国天思和泰国红牛饮料有限公司的CEO。 许氏家族和延宾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在许树标时代, 泰国天思对于中国红牛一直放权, 而许新雄则不这样认为。 2014年, 许新雄委托环球律师事务所, 对中国红牛进行调查, 双方矛盾公开化。 实际上, 在正式诉讼之前, 双方曾开过一次会, 会议决定将双方和合资公司, 及其下公司, 所有抢注的红牛商标和外观专利转让给泰国添资。 达成协议之后, 许氏家族也提高了延宾, 在泰国红牛中的股权比例, 由此前的32%提高在当下的49%, 严斌在中国红牛帮的股股也提高到了47.12%, 这一举措并未真正缓解双方的矛盾。 2016年, 随着彼时许书标的红牛商标到期, 许氏家族决定停止旭期, 但此后, 红牛维他命仍然继续生产销售红牛产品。 泰国天司认为这一行为, 侵犯了泰国天司对于红牛的商标, 就此提出了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北京红牛饮料有限公司等诸多子公司。 同时, 对于延宾曾经成立的三家生产销售公司, 泰国天司方也认为, 其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公牛产品, 但关键原因在于, 持续盈利的合资公司, 从未向大股东许氏家族分配过利润。 到了2017年, 延宾的财富增加到了110亿美元, 第一次超过了拥有93亿美元财富的许氏家族, 这或许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关键。 官司, 在商标时刻协议到期后, 泰国天司起诉了中国红牛, 泰国天司认为, 在没有合法的情况下, 中国红牛仍旧生产销售红牛产品, 设计商标, 不正当竞争等。 许氏家族认为, 中国红牛的品牌价值20年间增长了将近100倍, 但这期间, 延宾控制的华宾集团, 在生产和销售端, 却持续的为自己公司输送利益, 作为大股东的泰国天司, 并未从中获得应有的利润。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华宾集团成立的三家公司, 承担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远大于此前双方合资成立的公司。 许氏家族的代理律师曾表述, 合资公司初期的销售体系, 在华宾集团成立公司后被打破, 华宾集团已经将红牛的销售业务, 全部转到了自己公司。 此前许氏家族曾希望能够收购华宾控股的湖北, 广东和加苏的三家红牛生产销售公司, 但这一收购方案, 被严宾以价格过低, 唯由拒绝。 收购失败后, 许氏家族随即对华宾集团提起诉讼。 2017年, 泰国天司起诉了中国红牛的包装商奥瑞金, 要求对方立即停止制造拥有红牛及相关图形的商标的商品, 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奥瑞金为中国红牛料罐生产的长期合作商, 提供了60%以上红牛料罐的生产。 作为反机, 华宾集团也对许氏家族发起诉讼, 年金控制的红牛维他命, 希望法院能够执任红牛及相关商标和中国方所有, 同时希望泰国天司将红牛的注册商标转移到红牛手中。 2018年8月14日, 在此案开庭前的两天, 红牛维他命却主动撤诉了。 这一年, 双方彻底撕破脸, 彼此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 但截至目前, 大多数的法律诉讼都还在走流程。 除了诉讼案后, 泰国天司也发现了红牛维他命的注册问题, 许氏家族尝试同颜兵达成和解, 但遭到了拒绝。 圣怒之下, 泰国天司召开董事会罢免颜兵, 单任的红牛维他命董事长职务, 可因公章和营业执照等关键证件掌握在颜兵手中, 这场罢免并未起到实际作用。 葛自清公司, 早在2014年, 严并就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2014年, 华丁集团收购美国椰子水品牌, 维他科科25%的股权, 并及时将产品推向市场。 2015年, 华丁集团又以1.0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挪威高级瓶装水品牌Volce 51%的股份, 2016年, 华丁集团推出战马功能饮料, 随后推向市场。 战马是严并最为看重的品牌, 严并希望借此证明自己在居当和小售上的能力, 并向许氏家族表明, 华丁集团对于中国红牛的重要性。 2018年, 严并为新的功能性饮料, 战马制定合计15亿元的销售目标, 但战马却一直表现平平, 泰国天司也开始了自己的动作, 许氏家族加强了对海南红牛的投资力度, 并试图将此前一直合作的奥地利红牛引入中国。 2014年, 国际版红牛进入中国市场。 2015年, 许氏家族将海南红牛的经营范围, 扩大为食品和饮料的生产、 储存、 进出口、 批包和用进代理及相关活动, 以及技术服务与咨询服务, 试图做好接替此前和资公司的生产和销售。 2018年3月, 泰国天司合作方生产一款名为红牛安奈吉的饮料。 据泰国天司方表示, 我们正在评估各种方案, 包括启用新的商业模式, 并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来保证红牛继续为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服务。 但此后, 红牛安奈吉却并未被推向市场。 据尼尔森数据显示, 过去的两年, 中国红牛的营收持续下跌, 跌幅分别为7%和19%。 中国红牛的市场占有率, 也从2016年的63%, 跌至如今的58%, 营收的下降, 与其他品牌的入场逆不可分。 包括东藤特银, 乐乎等品牌在内, 都在持续蚕食红牛的市场份额, 2017年12月, 功能饮料品牌卡拉宝特, 将在未来的三年内持续投入20亿元, 用于中国市场的推广销售。 如果此时, 中国红牛与泰国方合作中断, 对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面对激烈的竞争, 想要重新建立品牌, 运营销售都是困难的。 尽管泰国天赐对于盐病不满已久, 目前双方仍旧需要彼此配合。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腾表示, 双方纠纷的本据, 在于利润分配不均, 不排除未来利益分配达成一致, 双方还是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